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白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新闻 就是拜登团队去德克萨斯搞竞选活动的时候 被特朗普支持的车队给包围了 就是拜登的车开在路上 然后很多插着特朗普应援起制的皮卡车 就跟上去把他给团团围住 然后拜登迫于无奈取消了当天的竞选活动 然后这事发生后 特朗普用自己的账号发出了这段包围拜登应援车的视频 还加了一句 I love Texas 就是我爱德克萨斯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下面的评论 看看对这事儿美国人是怎么看的 首先这个人他说 Are you be kidding me? 你是逗我的吧? 有人他说 These people are breaking the law 这些人是犯法 And endangering lives Endanger这个词呢 就是Danger很多人的认识嘛 是危险 Dangerous危险的 那In呢 这个前缀呢 它就是使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Endanger就是使什么什么东西碰到危险了 然后Enlighten就是使什么什么东西变亮了 就点亮那个东西 这个Endangering lives呢 就是让很多生命就是遇到危险了 就是危害别人的生命了 但你呢 Deteriorate就是恶化 然后Google呢 就是本来是一种鬼 神话里面的鬼 然后这里面的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做着很吓人的事情 但是自己觉得很开心 就是一些导弹的很坏的那些人 就是你让这些本来就已经很坏的事情呢 更加的坏了 因为你还为他们点赞 你是有什么毛病吗 What's wrong with you? 然后这个人他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doing more to prevent you from voting than he is to prevent you from getting COVID 就是他这个比较级 比较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阻止你让你不要得新冠肺炎 第二件事情是 阻止你让你不要投票 就是美国总统在 阻止你让你不要投票这件事情上 做的比 阻止你让你不要得新冠肺炎这件事情上 还要多 还要积极 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人他说的是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inciting violence against his opponent incite 意思是煽动 鼓励 就是总统呢 在鼓励对他的对手 实行暴力行动 This is appalling and unacceptable behavior 这个appalling就是很可怕的 这是很可怕的 而且不能让人接受的行为 72 hours and you are fired 还有72个小时 你就干不成了 你就要再见了 这个hour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就是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混淆这个点 下面这一条 看字面上完全是一个粉丝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 总统先生 谢谢你把你的一生献给了这个国家 Give me your life for this country 把你的生命给了这个国家 当然因为特朗普没死 所以不能翻译成 谢谢你把生命献给了这个国家 而且要翻成 把你的一生献给了这个国家 谢谢你遵从上帝 谢谢你守护人们的生命 Stand for 就是代表什么什么 象征什么什么 支持什么什么 这么个意思 谢谢你为正义和法律而战 没有人知道你跟你的家庭 为了拯救我们美国 私下里都经历了些什么 We honor you 我们敬重你 我们感谢你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这个话 戏品呢 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它里面有 Thank you for honoring God for standing for life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其实很多人批评他 不虔诚 就是不敬上帝 就是什么 他拿那个圣经都拿反了 那个事情 然后 Standing for life呢 就是 大家不一直都来说 新冠肺炎死了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所以这两句话 放到这里呢 就让我觉得 这个 这个粉丝 好像有点 有点奇怪 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真的奇怪 还是 只是我多想 不过下面这个 绝对是真粉丝 My boy went at you for Halloween Wing it My man 我儿子在万十年时候都扮成你了 一定要赢啊 我的总统 看 看他的儿子 真是 好可爱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活生生的 血淋淋的 粉转路人的现场 他说 我就住在德克萨斯 然后我原来呢 一直都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 以前是支持的 以后我就不支持了 就是这一刻 是我改变的一刻 他说 我对 这些人做出这种行为呢 很失望 但他失望的呢 只是这些人 而不是他的家乡 因为他说 这些人是在 我们伟大的州里 in our great state 而我更失望的呢 是总统居然还 纵容这种行为 condone的意思呢 就是说 觉得这个行为是OK的 而且 就是没有批评他 就为他叫好 点赞 说 对可以 Trump has lost my vote 好的 我这个选票呢 特朗普是没有了 我是不会再投给特朗普了 就总体来看呢 下面的评论是 扁多余包 那就是不知道 那个大选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好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